19年没有剪过的头发到底有多长 这个女孩她今年19岁 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剪过头发 以至于她现在的头发非常的长 甚至到了脚踝 用尺子凉了一下 竟然有162.5厘米 每次洗头发都是个大工程 必须得用浴缸才能放下 一次就得用叫半瓶洗发露 然后放在地面上冲洗 再像拧抹布一样拧干 弄完以后自己早已腰酸被痛 最后还得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吹干 既然这么麻烦 为什么要留这么长呢 没想到女孩却说了一个惊人的理由 原来竟然是她爸爸逼她留的 爸爸从不许她剪头 如果要是剪了 就要跟她断绝妇女关系 甚至还要把她赶出家门 节目组都听呆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爸爸呢 可当节目组质问爸爸 为什么不让女儿剪头发时 男人的理由简直颠覆了我的三观 他说身体发肤 受制父母 直到成年为止 女孩都是属于他的 所以剪不剪的只能他说了算 由于爸爸对于头发的痴迷程度 女孩和他的姐姐都是大长发 可是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呢 男人说他从小就喜欢长头发 再加上自己本身发量很少 自己不能实现的 他希望实现在女儿的身上 可是却把妈妈折腾勾腔 因为他每天要帮女儿照顾头发 早上还要给女儿编头发 硬生生的多花费了不少的时间 不过同学们却都很喜欢女孩的头发 有的说太长了应该剪掉 有的说留着也挺好看的 但女孩却有自己的想法 他说他现在暂时尊重爸爸 等他成年以后他想留短发 因为他想体验一下 希望爸爸也能尊重他 不得不说女孩还是很孝顺的 虽然爸爸可能有点霸道了 但也许这种占有欲 也是表达他对女儿爱的一种方式 因为父爱是最隐蔽的 总是埋藏在内心的最深处